成为龙浩尘的护从骑士后 叶华最终达到了什么境界 龙浩尘战胜王渊源后出现 进入了六点大比的十六强 此时 韩宇在比赛场地外将他拦住 当众提出要当他的护从骑士 以龙浩尘的性格 当然不会同意 他很清楚 护从骑士只是说法好听 实际上的地位等同于奴隶和死士 但最终在韩倩真诚的劝说下 龙浩尘最终无奈答应了下来 可在地节护从骑士契约后 韩宇却突然毫无征兆地晕倒 连韩倩都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检查之下才发现 这骑士是件好事 护从骑士契约有天赋压制共享功能 如果主骑士与护从骑士之间 先天内灵力的差值超过了30点 天赋压制共享功能便会触发 护从骑士的先天内灵力会被提高 而提高的数值也是固定的 一般为双方先天内灵力差值的一半 龙浩尘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叶华 这个修炼理论界的天才 先天内灵力却只有8点 叶华因此饱受嘲讽和欺凌 甚至被自己的老师赶走 龙浩尘知道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直是叶华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 因此得知提升先天内灵力的方法后 龙浩尘想为叶华治愈这道疤痕 一回报这些年来 他对自己的教导 于是他果断向韩倩再要了一份契约 想要借此提高叶华的先天内灵力 叶华最开始极力拒绝 因为他觉得这举动对龙浩尘不利 会让他失去一大帮手 毕竟如果他光明之子的身份公开 无数人会申请成为他的护从骑士 其中肯定有潜力和实力都比叶华强的 最后又是韩倩从中劝说 才让叶华同意签下契约 成为龙浩尘的第二位护从骑士 他的先天内灵力因此上涨到了52 整整提升了43点 不过更让韩倩震惊的是叶华的能力 要知道先天内灵力低的人 之所以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 是因为他们修炼的潜力有限 叶华的先天内灵力为八点 按理说他永远也无法突破二阶 可是现在他却是五阶大帝骑士 距离六阶辉耀骑士只有一步之遥 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对整个人类种族都有巨大意义 毕竟大部分人类的先天内灵力都很低 韩倩因此当场收叶华为图 其实除了看好他的天赋和贡献外 也是为了能与龙浩尘攀上关系 不说自己孙子的命还在他手上 光明之子只要不陨落 必定会崛起 韩倩无疑是在为家族的未来做打算 叶华于当天晚上便突破到了六阶 之后猎魔团选拔赛结束 龙浩尘随自己组建的猎魔团 在圣殿联盟的安排下 前往驱魔观历练 叶华则是留在圣城中跟随韩倩修炼 不久后便被授予了一项重要任务 这个任务具体是什么 作者没说 不过从叶华的能力上来分析 这个任务无非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种是以自己的方式训练新的骑士 让先天内灵力低的人也能突破 第二种则是继续完善自己的修炼理论 毕竟在修炼之道的研究上 整个圣魔大陆无人可以超过叶华